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往的一个年度 这张内容和第一张就结合在一起来出 考试分值合在一起就是15分 通常来讲的话 这一张的分值基本上说在10分左右 这张内容在考我们的时候怎么来考的呢 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先数据一下 首先一个就是投资决策的方法 不同的投资决策方法如何来计算的 如何进行决策分析 它的优点缺点 还有决策的规则 找到这些内容 接下来就是现金流量的估计 在我们高快考试里面 这个特别复杂的现金流量的计算 考我们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说把这些基本的概念性东西一定要清楚 那些简单的计算还是需要把握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投资项目的风险调整 我们说在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时候 它是属于未来的投资行为 那就是说存在不确定性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说叫存在风险 那有利是风险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处置 接下来就是关于私募的股权投资 掌握下基本概念 还有就是私募股权投资的具体位行 它的决策步骤 再有就是私募股权投资的组织形式 推出方式 把它了解了解熟悉熟悉 接下来就是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财务管理 那这个主要是讲它的财务管理办法上一些规定 当然我们也需要特别说一下这种境外投资 它的动机 这种境外投资的具体方式 还有这种角色分析 把这些东西需要把握一下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融资规划和企业增长管理 这里面你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外部融资数量怎么算 这个内部增长率和可吹资能力怎么去估计 要特别予以关注 融资方式决策这块 注意一下不同的融资方式 还有什么样的优点 有什么缺点 注意会识别和判断 资本结构决策这块 讲的是它的优化的方法 怎么去运用它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它的一个计量的问题 是不是 量化分析 关于管理这块讲的就是资本结构的一个动态管理和框架 框架要清楚 接下来就是关于集团的操作公司 这里面操作公司设立的条件 它服务的对象 还有就是这个操作公司这块涉及到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把这些东西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在本章来讲的话 我们以往的历年的考题是怎么来考我们的 从哪个角度来考 也要有个大概的认识 首先对于建设项目投资决策这块 这个15年的时候考了这个现金流量这个概念的理解 再就是用内涵报酬类这种方法在进行角色分析的时候 它的角色规则是什么 那就是你内涵报酬类大于这个 含有风险的项目资本成本的时候 这项目才可行 是吧 那就是关于净限值 还有这个会计收益率呀 投资回收期呀等等 这些角色方法怎么去计算 然后如何进行决策要清楚 那么当然呢 我们这里面还提到了这个净限值和内涵报酬率 也是一样 你看考的点基本上都差不多 凡事就围绕着这些投资决策方法来考我们 因此呢 这些投资决策方法必须要非常的熟才可以 几乎年年都有 是吧 年年都有 接下来呢 就是境外直接投资决策 那这里面呢 关于这个投资动机的考核 还有就是这个决策的步骤 有的时候问你说这个境外投资决策的步骤 是不是 妥当啊 如果不妥当 什么有理由是吧 就是我们步骤的考核吧 那么同样呢 这个 去年的时候也是照样考我们这块 这时候也是一个很重的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融资决策和企业增长这块 这里面就涉及到呢 这个内部增长率啊 可持有增长的计算 这是必须要熟悉的 是不是 再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配股这块呢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配股的除旋价格怎么算呢 这也是很关键的 吸收投资这块呢 涉及到一个战略投资者的引入 那这个战略投资者呢 我们说要引入合格的战略投资者 应该具备什么特征 要熟悉一下 当然试净率的计算呢 这个问题不太大 是吧 应该说我们有终极快势支撑的水平的话 应该还能理解是吧 试净率就试下出于每股净资产的 是吧 那么再有就是定向增发的一些条件的考核 我们今年教材呢 这块有变化 所以说呢 我预计这个定向增发条件 今年可能还会要考我们 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再有呢 就是关于这种这个外部融资的这个来源的识别 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资源 到底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筹集 把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融资决策和企业增长 这块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大家就可以发现 我们这些东西同样都是那些常规的考点 所以说年年呢 几乎就是围绕这些常规的考点 考核我们的也就是说呢遵循了这个重者横重的原则 是不是啊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集团资金的管理 还有查误公司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担保控制 资产负债率控制 这些东西 也是考的频率都比较高的 再有就是关于查误公司方面的考核 这个势力条件呢 然后就是查误公司它的服务对象的考核 应该是服务集团公司内部 一些客户的 再有呢 这里面提到关于这个集团资金的集中管控 这个集中管控的话 有什么好处 是吧 然后这个风险应该如何进行防范 围绕这些地方 那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原来考过的 你不要认为他就不考 明白了吧 那么哪些点没考的话 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会告诉各位 这个点没考呢 那可能说 一点都不重要的地方 他也没考 那我讲都不会讲他 明白了吧 我既然能讲的 那就会告诉你 这块没考呢 要小心点 做这样的话 你在复习的时候 重者横重的原则掌握了 这个新的点没考呢 注意一下 就OK了呗 是吧 那些这个无足清楚的东西 我老假都不往这讲 我知道你也没时间 我讲这块我也没时间讲 那就扔一边去呗 那个东西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考试过关的 是不是 那我们既然是一种这个应试的这种培训 那所以说我们就得这个有所得有所弃 你不能说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好 每行都得讲一遍 没必要 那还不是自己看书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张里面 他整体的一个知识的框架 我们同样的也先把它把握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在这张里面会有哪些这个知识点 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这块 关于概述这块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投资的类型的划分就可以了 关于投资类型划分考过一次 结果弄得我们很多考生措手不及 都不知道在哪找去 再就是投资决策方法 我们说这块应该是我们的重头戏 是吧 不同的决策方法要会用会计算 有缺点要搞清楚 下面就是投资角色方法 特殊应用这块 比如说我们投资规模 大小不一样的怎么办 这个受用期不相同的 我们怎么角色分析 讲到这个东西 把它熟悉熟悉了 下面就是现金流量 估计这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 原来考过一次概念的理解 当然这个特殊的这种应用 就这块没考过呢 下面投资风险调整这块 那就是考过太多次了 考过太多次了 就是说我们在评价一个项目 是不是可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考虑到该项目自身风险 是吧 你如果自身风险没考虑进去的话 那么你很显然你评价项目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所以说有的时候说 他说我们要计算一个项目净现值 算项目净现值的话 是不是有折现率呀 那么这个折现率一定要注意 是考虑到项目本身风险之后的 那个资本成本才能做折现率呢 这是我们关键点 把这个把握清理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私募股权斗的决策 这个至今都没有考过 也许太简单了吧 是吧 没什么东西 但是呢 有些地方其实我老蒋认为还有可考的地方 比如说在概述里面呢 你注意一下 私募股权投资具体的类型 具体划分有哪些种类 其实这个呢 还是有一点可考性的 要关注一下 再有就是私募股权投资 机器的组织形式啊 退出方式啊 这些内容呢 把它熟悉熟悉是吧 也就是基本是概念一些东西吧 把这些基本概念一些东西呢 人家在案例材料里面一描述 你马上能判断出来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或者说退出是什么防止退出的 也很好识别 能识别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面在概述股这块呢 还涉及到一个这个私募股权投资 一个步骤啊 也把它了解了解吧 对吧 有的时候在我们高块考试里面 很多情况下 考个程序啊 考个步骤啊 看看它到底合适不合适啊 这样东西考了 也确实次数比较多的 下面就是境外职业投资决策 那么这里面呢 首先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境外职业投资 动机是什么啊 就是出于什么考虑 我要进行境外职业投资啊 具体的防水哪些呀 那么关于动机这块呢 考过两次了 很关键的啊 就很关键的 再就是它的决策步骤啊 评价指标 决策步骤呢 就是考过一次了 就说这个境外职业投资决策的时候 那种决策的程序 合适不合适啊 让你判断一下 那么这个评价这块呢 你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境外职业投资的评价 和我们境内的这些项目的评价 它的特殊性在哪 是吧 要注意一下 这也没考过 那么境外这个投资的财务管理 这相当于是一个 财务管理办法的一个解读了 那么这个呢 考过一次 就是去年考过一次了 就关注一下 下面就是境外职业投资的风险管理 这块没考过呢 当然这块呢 主要是讲那个国家风险问题 是吧 境外职业投资主要讲的国家风险问题 风险管理 那么这块风险管理呢 希望我们各位考生啊 把它和我们这个教材里面 这个第三章 不是讲这个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吗 把它结合在一起来学习 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三章那块呢 讲这个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时候呢 那块讲的会更通透一些 是吧 把它结合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这个融资决策和企业增长这块呢 在融资决策概述这块啊 你比如说你这融资决策 我们要评判一下 它到底科学不科学 合理不合理呀 你要注意怎么去评判呢 是吧 把这个注意一下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融资渠道啊 融资方式啊 什么意思都是概念性的东西吧 那么再有就是关于这个融资规划和企业增长管理这块呢 这是一个重头戏 要重点关注的 就是这个外部融资数量怎么算呢 内部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怎么去测量啊 然后这个增长管理那个模型是什么样的呀 这个要重点关注的啊 已经这个很长时间没考我们了 有可能这个今年要考我们的 对吧 第二点 融资方式选择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会有不同的融资方式 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例材料里面呢 你要能够识别和判断出来 那么识别和判断出来之后呢 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优点呢 缺点呢 要注意能够理解的 是吧 下面就是关于资本结构的角色管理这块呢 讲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方法 讲的优化方法嘛 我们会讲两个方法 那两个方法呢 我们会用 考虑一次 考虑一次 再往那个动态的那个管理的那个框架 什么样的 清楚 这个动态的框架呢 考虑一次的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集团资金的管理 还有这个 这个 操务公司 那么这个集团 这个融资规划这块 这个集团融资规划呢 和我们前边讲这个 融资决策这块 我们也讲过一个融资规划问题 那么这块融资规划呢 是讲单一企业的融资规划问题 那么这一块呢 是讲的是集团的融资规划问题 那将来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他们的区别在哪 单个企业的怎么进行融资规划 那个融资数量怎么去测定 那么集团的融资的话 我们注意一下 他的那种这个外部融资数量 就应该怎么去测算 他们差别在哪 注意一下 集团资金的集中管理这块呢 那就相当于是集中管理 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啊 然后就是集中管理 有什么样的模式啊 这个注意一下的 下面就是关于操务公司的相关问题 是吧 操务公司怎么设立的呀 基本条件呢 付出一项啊 这个操务公司相关的风险呢 这些东西要注意一下 在下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集团的操务风险的控制 包括这个担保控制啊 资产负债率控制啊 它里面具体措施有哪些 把这些东西注意一下 这就是我们在这章里面呢 它总体的一些内容 就是说我们将来在学习的时候啊 就是说你要能够看着这样的思维导图 一项一项一项去回忆 是吧 回忆到某个点的时候呢 看看他在教材的这个左边右边啊 上面下边啊 有什么感觉 就是学东西的时候一定有感觉 我们有太多的考生就学习的时候没感觉 都在门外边转悠 那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趁点火 是吧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首先呢 我们在概述里面呢 先了解一下 我们这里面提到这个投资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投资角色很重要 到底为啥重要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基本概念 到底什么叫投资管理 一定注意我们这块讲的投资决策里面 所提到的投资管理 通常来讲呢 讲的是个资本预算问题 那么所谓的资本预算 讲的什么呢 就是你资本支出啊 那就说你的这个影响的时间 应该在一年以上了 是不是 时间跨度比较长 而且投资金额又比较大 所以说对你企业的发展影响比较深远 因此这样的决策 你应该是谨慎一些 是吧 因为它是不经常发生的 所以说特定项目 对特定的去分析 它不是常规的东西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说这企业 这个资本性的支出 结果出现了决策失败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企业 将来的这种生存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 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 盖着盖着楼 盖成了这个半拉子工程了 盖不下去了 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企业的钱 已经后续没法跟进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决策的问题 那我们说这个投资管理这块呢 讲它的重要性 一个呢 说我们在这里面讲的这种投资 也就是我们这块讲的资本预算嘛 其实你选的好与坏 这个项目你是不是选对了 应该说决定了你写的 未来的现金流量多少 如果说你项目选对了 未来的现金的净流量就会比较多 然后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折成限制的话呢 我们就会增加 今儿怎么样 会提升你企业的价值吗 对吧 那你可以想象了 说项目选好了 那就意味着你未来的现金净流量比较多 然后把它折成限制减去我们 这个处理投资和限制NPV比较高吗 NPV高的是不是有助于增加企业价值呢 这是你看选择项目是很重要 很关键的 你得选对了 另外一个呢 他说这个资本预算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个战略的一个什么具体化呀 具体能够量化东西呀 因为我们说你战略目标实现 你得靠投资来拉动 是不是 而我们这里面讲的资本预算 那不就是个投资问题吗 所以说你战略目标说到底多高多高 那东西就得靠我们这个东西 那东西就得靠我们这个来实现 这是最具体的事 如果最具体的事都没做好的话 那你那目标怎么能实现呢 是不是 而且我们这里面最终的结果都是可以量化的 说我们这个内含爆水多高啊 说我们这个项目带来的NPV多少啊 你看都是可以定量分析 如果不能定量分析都是定性分析 说这项目好还是不好 那都简单了 是不是 就是说能够量化分析东西 其实还是有它的难度的 那么再有呢 这个投资决策 也就是我们这块讲的这个资本预算问题 我们说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融资决策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选择嘛 而且对企业影响比较深远 这个需要的资金的数量也比较大 所以说你能否你的融资决策 来把我们这种投资所需要资金能够筹集到位呢 是吧 就是它会怎么样 会对我们的融资决策会带来影响 你如果说这个我需要这么多资金 需要两个亿需要三个亿 结果怎么样 结果你这块抽资的块满足不了 那没办法了 那我项目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了 哎呀机会从眼前就流失过去了 好把它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决策的步骤或者程序 那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角色分析的时候 它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程序的 首先一个怎么样 我们要进一个内外部的环境分析 那外部环境分析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哎 现在我们经济状况怎么样啊 我们所处的这个产业 未来还有多大增长空间呢 那就是说我现在在增填产房设备合适不合适啊 对对分析吧 那么从我这个企业内部来讲的话 哎 现在我的生产能力已经饱和了 哎 现在市场销售状况不错 那当然我要扩充生产能力呀 要建厂房买设备呀 这叫内外部环境分析 那么通过这样的内外部环境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 形成一种投资方案 是不是 说我们应该建厂房啊 应该买设备呀 应该增填生产线是吧 从而能够满足外部市场的这个销售 好 机会找到了 接着干嘛呢 那我们要对这投资方案的先进流量怎么样 要进行个估计呀 进行测算呢 同时怎么样 我们要计算相应的评价指标啊 看看它的这个金线是多少啊 这个内含报税多高啊 对吧 回收期多长啊 就已经测算了 那我们说这些指标算出来之后怎么样 我们要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判断这方案到底可行不可行啊 NPV大于零项目可行是不是 这个内含报税大于这个项目资本成本 说项目可行是不是 你这个回收期小于你要求的回收期 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案就可以定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项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投资了 所以说在投资过程中怎么样 还要进行严格的管控啊 你得随时看看你这个投资 这个实施过程中 有没有偏离你的这个预期啊 这个风险的我们要进行随时管控是不是 也保证我们这个投资预期的收益的实现呢 然后呢 我们说你这个项目怎么样 最后结束了 我们要看看效果如何呀 要做一个最后的评价 是吧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程序 那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项目 这个重大的这种资本支出项目 都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做的话 其实我们说这个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是吧 但是我们有太多的情况之下 没这样去做 这个有时候一拍脑袋箱 开始做吧 就投下去了 结果呢 投这么一两年之后 大家伙看上去好像都有点问题了 说咱们这是不是有问题了 还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还保证呢 最后再过几年发现真的不行了 投不下去了 拍屁股走人了 这是我老假叫三拍决策 你看 先拍脑袋 带拍胸脯 带过拍屁股走了 然后给企业造成巨额的损失 想想 这要是个国有企业 你得造成多少国有资产的这种损失 对吧 你如果说这个企业就是你自己家的企业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会损失的 也挺惨重的呀 如果这企业是你自己的企业的话 你能够这样盲目的决策呢 所以这个你得去想一想 所以说对于那种国有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经营的时候要慎重一些 决策的时候要慎重一些 因为什么 因为你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不要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的这种损失 对吧 就是说这种投资 股价比较大影响时间比较长的 也是这种决策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的既定的程序去做 以保证我们的风险怎么样能够降到最低 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那个资产怎么样 尽可能少的形成损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投资项目的划分 这里面我们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划分 一个讲的是一般分类 那就说分成有独立项目和护士项目 说啥叫独立项目呢 就是你选择A项目的时候 并不影响B项目的选择 如果说A项目和B项目都可行 而你资金又很充足 那你A和B就都可以投资 这叫AB之间什么关系 这叫相互独立的关系 那么护士项目什么意思呢 那就意味着A和B这两个怎么样 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比如说AB都可行 应该选最好的 两者不能同时存在 这叫护士 选A就不能选B 选B就不能选A了 你比如说在这企业里面 资金比较充裕 那现在我要考虑 其中一部分资金 我要投资建一个办公楼 另外一部分资金 我要投资建一座厂房 这两个怎么样 那就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反正资金很充裕 建厂房不影响建办公楼 同样建办公楼也不影响建厂房 OK了 资金充足 两个都可以一起干 这叫两者之间相互独立 然后接下来 比如说我要买设备了 我是买一个生产能力 比较大的一台设备 我还是买两台生产能力 比较小的设备 这两个只能选一个 要么就买一个生产能力 大的一台设备就可以了 要么就买两台生产能力 小的设备 你不能说俩同时存在 这两个就叫互斥 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这就OK了 会判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划分方法 就是按照投资的内容 不同去划分 我们说可以划分为这么三类 第一类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这个具体细分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新建项目 另外一类就是更新项目 所谓新建项目 你比如说我要新建一条生产线 买的设备 我要建个厂房 这是你新建项目 那么另外一个叫更新项目 比如说现在我这块有台设备 这设备是十年前买的 那现在我需要考虑 我是继续使用的旧设备 还是把旧设备卖了 再买个新设备 这就是更新决策问题 好 这就是第一类 第二类这是研发的投资项目 你比如说我们为了研发新的产品 提供给新的服务 这时候怎么样 我会发生各项的支出 这就属于研发的投资项目 另外怎么样 还有些其他的投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提到什么 旧改的措施 新设计划建设 或者节能环保方面的投资 就是这块 这是关于按投资内容不同 划分为这么三类 其实我们在考试里面 涉及比较多的 基本上说都是固定资产的 投资项目 这两边涉及的就相对的少一些 因为它比较简单 对吧 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决策方法 这是我们这张里面的重头戏 每一种投资决策方法 我们需要知道它什么意思 怎么去计算 计算出来之后 怎么去运用 说我们的决策规则是什么 再就是你这种决策分析方法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要围绕这些内容去把握就可以了 好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回收期 回收期什么意思 这里面我们说具体在计算的时候 可以计算出两个回收期 一个是折线回收期 一个是非折线回收期 非折线回收期 也就意味着我们计算的时候 是不考虑时间价值的 而折线回收期 在计算的时候 需要考虑时间价值 那就说 需要把你未来 每期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然后折线 然后看一看 那个折线的那个金额 我们收回那个原始投资 需要多长时间 那就叫折线回收期 而非折线回收期 那就意味着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不考虑你的时间价值 那就意味着 你投资之后 你未来所产生的 这些现金的进入量 收回那个原始投资 需要多长时间 那就是非折线回收期 那么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要计算这个非折线回收期 那你看一看了 你这个累计的这个现金净流量 它说出现正值的前一年 这个你要注意 说为什么说要累计这个现金净流量 出现正值前一年 为什么这么算 我们讲的回收期 不就是收回那个原始投资需要的时间吗 那么你这些累计的这些现金净流量 当出现正值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那个初始的原始投资 自己收回来了 是不是 那我们说呢 你在出现正值的前一年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到这儿为止的话 说明还有一部分没收回来的 对不对 那么好了 那么你没收回来的部分 我们就放到这个分子上 然后呢 再除以什么呢 当年的一个现金的净流量就OK了 那么这个世子呢 这么描述起来太麻烦 这个说起来也不太好理解 是不是 那我们简单的给你列一个数 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面 假之是零啊 第一年 这是第二年 第三年 这是第四年 这是第五年吧 比如我这块呢 多少呢 假如这块有一万的溜出 为了好算 一万的溜出 然后这块呢 比如说有三千 这块呢 假如说有这个四千 然后这块呢 有多少呢 假如说有这个五千吧 省点事是吧 这块假如说有四千 这块它有个这个六千 好了 我就简单拿这个数来说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各位同学注意一下了 你看 我们要收回这块是一万 这是出始投资额 对不对 你看 这块有三千了 这块有四千了 这块是五千 那就意味着 这三个数合到一起的话 那不就一万二了吗 那一万就意味着 大于一万 就说明收回来了 对吧 那很显然就意味着 我们的回收期 肯定是不到三年 因为到三年的数 就一万二了 那我们说了 出现正值年费 应该是在第三年 那么它前一年 那不就是两年吗 所以说怎么样 应该是二 在这呢 出现正值的前一年吧 加一是吧 出现正值的前一年 加上 加多少呢 现在看 那就说 你这个累计净限量 出现正值的前一年 这是二 就有了 加什么呢 看一看 到二这为止的话 有多少没收回呢 那就意味着 这是三千 这是四千 有七千 是吧 七千这一万 就说明什么 说明有三千没收回 OK了 那分子就是三千 除以当年的现金进入量 哪是当年 是指出现正值这一年呢 好了 除以这个五千 这不都出来了吗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子的含义 所以说 有的说 哎呀 你看看大哥用这么长的歌声 表示多麻烦呢 其实是挺麻烦的 拿个数往这一带 就OK了 你看这多简单呢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好了 算出结果来多少呢 这是二点六年 这不是出来了吗 对吧 二点六年 这就是我们这个 非折现的回收期 非折现回收期 那就是了 那如果让你算折现回收期 怎么办呢 那折现回收期的话 也就意味着 我们就需要把这里面的 每一个现金流量怎么样 我都把它折成限值了 那折成限值之后 然后我们看看 收回这一万 需要多长时间吗 只不过我们这里面 只要是现金流量累计数的 我都用 累计的一个限值去表示吗 那现在大家想象一个问题 那你说在同样情况之下 你这两个回收期算出来之后 你说哪个回收期长呢 你说折现回收期长 还是非折现回收期长 想象这个问题啊 哪个算出来的长啊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非折现回收期是2.6年 那你说我要折现回收期算出来之后 是比2.6多 还是比2.6少呢 我们说折现回收期是把这些现金 尽量折成限值之后 然后去收回那一万 而把这些数如果折成限值 肯定会小于原来的数嘛 那就意味着 你的折现回收期算出来之后 肯定要比非折现回收期要长咯 这样的一个结论得清楚是不是 啊得清楚 这没问题了吧 那我们说你这个回收期算出来之后啊 当然了 你这个回收期如果越短 当然这个方案就越有利呗 是不是 那就说算出数应该越小越好呗 那就说能够快速的收回这个原始投资吧 那就说明你风险就比较低了 是不是 说明项目流动性好啊 流动性好 那接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呢 回收期这种方法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有什么不足地方呢 回收期这种方法呢 它能够反映出你这项目流动性的强弱 和风险的高低了 说我们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 通常是选择回收期短的项目 是不是 而回收期短的项目的话 就意味着能够快速收回那原始投资 说明你流动性比较强 风险比较低 那你项目当然就好啊 那我们说你这个回收期如果比较长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未来的那种预期的现金流量 那不确定性就比较强了 不确定性越强的话就意味着风险高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当然我要选择一个风险低一点的 是不是啊 能够快速收回我原始投资 这个项目是最好的 那不足的地方在哪呢 我们用回收期法进行决策分析的时候 他只考虑了回收期之内的现金流量多少 而对于回收期以外的那些量我没考虑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些啊 这个比较有发展潜力的项目 通常回收期就会比较长 OK 你看把它舍掉了 而且越靠后可能你的现金的流量会越充裕 对不起 我也没考虑 这就是回收期这种方法的不足地方 另外呢 我们说你在计算非折现回收期的时候 我们还没考虑这种资本成本 当作折现率去折现的问题 是吧 就是说他还没有考虑时间价值 这也是他的一个弊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他说某投资项目 他的资本成本的10% 预计的现金流量呢 给了一张表 我们这块呢 投资额是1000万 未来呢 这个四年里面 每年有这么多的一个现金的 净流量 很要求 他说给你资料呢 计算该项目的非折现的回收期 和折现的回收期 他说如果呢 同类项目要求的非折现回收期呢 不能够长一三年 判断该项目是否可行 那我们再注意一下了 非折现回收期 也就意味着是不需要考虑时间价值 对不对 那好了 你看这有个500 这有个400 这有个300 你看加在一起多少了 加在一起是1200 是吧 大于1000吧 那就说你出现正值 累计出现正值 应该在第三年吧 他前一年 那不就是第二年吗 所以说应该是2 加多少呢 加上我们看一看 到这个第二这为止的话 有多少没收回呢 这是500 这是400 这是1000 说明还有100没收回吗 OK 这是100 然后除以当年流入 当年是这几年呢 是指累计现金量 第一次出现正值这年 这是当年 好 这是300 OK了 这不是出来了吗 这就是非折现回收期 是吧 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大致来看一看 所以说呢 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非折现回收期 这是2.33年 是吧 那那折现回收期呢 折现回收期就意味着 我们怎么样 需要把这些现金流量 怎么样 我要请折现的 那这折现率 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些限量 我们折现 那就说你这个数怎么样 这个数应该是 这个500的限量 乘上一个什么呢 一年期的一个 负利限制系数 是不是 那么一年期的 负利限制系数是什么呢 相当于写的话 应该是P-F 然后呢 百分之十 其数为一期的嘛 那就相当于是用500 这些称他呗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如果写成公式的话 怎么样 那就是500除以什么呢 1加上百分之十 OK了 这是一期负利限制 那同样道理的话 我们第二年这个呢 那这块应该是什么 400除以什么呢 这是1加上百分之十 然后块的平方吧 平方 那意思的意思的话 这300就会折了吧 那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300除以什么呢 这是1加上百分之十 括号的三次方吧 后边那个 应该什么 100除以什么呢 这是1加上百分之十 括号的四次方 是吧 就是我们只要是 时间价值计算 我们过关的话 这些东西就很简单了 是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最下边 这一行数呢 那就是我们这些 现金净流的限制了 好 同样道理算法一样 那就说我们看一看 你累计的这个限制 看看在什么时候出现正值呢 我们说你累计的限制 出现正值也在第三年 也在第三年 对吧 这个数 这个数 和这个数 这个数加在一起 肯定出现正值了 出现正值前一年 那还是第二年 对不对 然后 那么到第二年 即使之后 我们还有多少没收回呢 那相当于是 这块是454.55 330.56 这块是1000 那就意味着 我这块怎么样 还有214.89 没收回吗 除去当年流入限制 当年流入限制 指的是第三年 这流入限制 好 你看算出结果 来 2.95年 你还记不记得 我前面问过 各位一个问题 说同样的一个体 非折现回收期算出来了 折现回收期算出来了 你看 折现回收期 是不是要比 非折现回收期怎么样 算的数要大 或者要长 是吧 能看出来的吧 接下来说了 说非折现回收期 我们这里是2.33年怎么样 小于要求的回收期 今次怎么样 这个项目是可行的 这不就OK了吗